这几年音乐综艺其实特别不好做 比如芒果台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 当年多红啊可是坐着坐着就停播了 还有中国好声音虽然也坚持到了第十年 但是说真的人气和流量确实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是有这么一档新的音乐综艺突然就爆火了 那就是闪光的乐队 虽然同样是音乐综艺 但是这档音乐综艺确实做到了一出手 就是国产音乐综艺的巅峰 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其实原因很简单 一个就是这部音乐综艺邀请到的嘉宾阵容 真的是把华语乐坛半笔江山都请过来了 之前观众们看乘风破浪的姐姐 看披荆斩棋的哥哥 可能会觉得芒果台出手挺吓人的 一出手就是三十多位娱乐圈的艺人 可是看了这档音乐综艺闪光的乐队 其实才会发现什么叫好恨 才会知道什么叫大手臂 因为这次节目组为了做好这档音乐综艺 一口气把华语乐坛的半笔江山都请了过来 一口气二十六组嘉宾 而且真的是什么类型的音乐人都有 老炮有张楚 周晓鸥 杨坤这一批人 情歌王子有品贯 金锐吉等等 流行女歌手有杨成林 张碧晨 吴莫愁 邵文杰等等 乍场的有张震月 小敬腾 梁龙等等 让人意外的是走春晚路线的李玉刚老师居然也来参加这档节目了 还有小鬼 信 阿朵 富龙飞 马伯谦等等 可以说这档音乐综艺做到了 将现如今华语乐坛最火最有实力的一批音乐人都去到了一档综艺里面 关键是老中青各个时代的歌手都有 特别是张楚这个代表摇滚时代的老炮出场的时候 真的是一代人的热血青春啊 所以讲真的 单凭这档音乐综艺邀请到的嘉宾阵容 这档综艺就能称得上国产音乐综艺的天花板 确实诈呀 第二个就是节目内容多元 有新意 虽然这档综艺是一档纯音乐综艺 但是和过往那些音乐综艺也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档音乐综艺要求26组艺人都要住在一起 一起训练 一起磨合 一起准备比赛 直到最后组成一支完美的乐队 其实细看之下就会发现 这档综艺和浪姐披荆斩棘的哥哥似乎一样的 而这就是这档音乐综艺最有趣的地方了 浪姐这些综艺说到底还是在做流量 还是在造势 但是闪光的乐队是真的让一群纯粹的音乐人住在一起 让他们交流音乐 让他们一起互相欣赏 比如第一季的时候 这些音乐人之间就出现了不少名场面 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组合就是杨成林和张碧晨 他们两个人都是顶级女生 特别是张碧晨 真的是出口就能让人跪的那种声线 再配上杨成林的嗓音 这个组合的现场简直就是绝了 第二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肖敬腾 信张振月这一批艺人了 虽然他们三个人的风格各异 但是当他们依次把自己的代表做 把自己的演唱风格混搭着呈现在舞台上时 就是一个演唱会的现场 最后一个让我惊艳的组合就是摇滚变年史的组合 从张楚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到周晓鸥的爱不爱我再到仙 各个不同时期的摇滚歌曲 各种不同时期的摇滚风格 确实就是那个味 所以别的都不说就冲这节目的多元性 就冲这档综艺的音乐包容性 就能称得上音乐综艺天花板 三个就是艺人的综艺效果好 虽然这档闪光的乐队是一档音乐综艺 但是说到底这档节目还是一档综艺 综艺就带有综艺的效果 而目前来看这三个人身上的综艺效果是相当够看的 一个就是张振月 原本我以为张振月和热狗这种歌手一样都是严肃的 都是开不起玩笑的 但是谁能想到张振月一出手 综艺效果确实就满了 比如第一期选队友的环节 张振月是被自己心仪的人拒绝了一次 第二次华少提醒张振月 如果再被拒绝一次那就会比较尴尬了 可谁能想到张振月突然说了一句 再拒绝我一次综艺效果不就出来了吗 而最最搞笑的是 张振月选择周杰琼的时候 周杰琼确实是有犹豫了那么几下 而正是闹这一出瞬间把综艺效果做出来了 第二个就是杨成林了 在华少询问杨成林 谁是他音乐上的知己的时候 杨成林还没有说话呢 底下的观众立马起哄 纷纷喊话李荣浩 可是谁能想到杨成林犹豫了一下 最后说出来的人却是吴清风 原因是他们两个人在音乐上的合作更多一点 可以说有杨成林在 李荣浩这个狗是初步来了 第三个就是肖敬腾了 第一期节目中最好像也是最好玩的一个人 就是老肖了 原本在选人的环节 肖敬腾想的是张碧晨肯定会选他 所以不如把第一个选人的机会 留给他最想挑的人 可是谁能想到第一次挑人被人给拒绝了 至此肖敬腾开始自圆自艺 觉得自己看上的人肯定看不上他 一直到最后其他人都选完了队友 肖敬腾都不敢对小鬼说出想和他组队 要不是张碧晨最后时刻选择了和周晓鸥在一起 成全了肖敬腾和小鬼 估计肖敬腾能一直磨蹭到选人时间结束 而这也是这档综艺最有意思的地方 不仅仅看歌手们唱歌 也看这些歌手的性格 也看这些歌手们的日常 当然这档综艺最最让我期待的还是张楚吧 一代摇滚人的青春回忆 音乐圈绝对的大神 他来参加这档综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确实给这档综艺增加了不少神秘色彩 这也是为什么这档综艺一出现 就能飙升到热播榜第二的原因 因为这档综艺确实值得一看 你们认为呢 这档综艺增加了不少神秘色彩的